那么现在下面问的是 那么圣灵所赐给教会这些属灵字 是不是有一些今天已经终止了 那基本上有两种看法 立场 一个是说继续说 那么这种持续论是说 说方言 说语言 继续持续到今天 这叫做继续论 持续论 第二种叫做终止论 终止说 那这个终止说 不是说所有的属灵恩赐都终止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说到某一些特殊的恩赐呢 今天已经没有了 那这个在使徒时代 有说方言 有说语言 但是之后呢 说方言 说语言 这种恩赐已经停止了 那原因是因为在教会被建造的 初代使徒时期呢 这个使用这些恩赐已经达到目的 教会被建造之后呢 所以使徒之后就不需要再有这些恩赐了 那这是加尔文 爱德华兹 以及西敏信仰告白的神学家们所说的 那我想这个终止说的说法是合乎圣经的 让我们从圣经来看 到底所谓这个说语言跟说方言恩赐是如何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首先第一个我们讲到是方言 到底什么是方言 我们需要一个出发点 一个基本的定义 我们可以从两部分来定义 第一呢 方言是一个别国的话 所以这个得到这个说方言恩赐人 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因为他没有学过这个别国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像《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天 他们说方言 中文说是说别国的话 这很准确的翻译 Luke tells us there wer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Roman world gathered in Jerusalem 路加基讲说来自各地朝圣 的这个犹汉都集中在耶路撒冷 那这120个门徒就得到圣灵的充满 就开始说出这些别国的话来了 那么这个第二章 第八节说到 这些人很差异 这些人怎么说出他们没有去过的地方 我们的家乡话呢 我们听见他们用我们那边家乡话 他们从来没有学过 没有去过的 说上帝大能作为 在超自然的神迹 门徒说出他们没有去过的地方 那边讲的那些话 在哥林多前书也看到同样的例子 在第十四章 第二十一 一节 哥林多前书 保罗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 按照这个律法上记者 二十一节 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 和外邦人的嘴唇 向这百姓说话 保罗引用这个教会经文说明 这正是哥林多人 他们要说方言的经历 所以方言是外邦人的舌头 外邦人的嘴唇 说出的话是灵受的 他自己不知道 没有学过的话 所以方言定义是一个真正的 一个人类的语言 是别过的话 是这个说的人自己 从来没有学过的 所以方言是一个超自然的恩赐 所以方言是一个超自然的恩赐 所以方言必须要翻出来 有些人他可能有在当时有说方言的恩赐 可是他没有翻方言的恩赐 然而这个方言必须要翻译出来 才能够让听到人得到帮助 得到益处 现在我们继续说方言的第二部分的定义 我们刚刚说过方言是使徒时代 这个领受者所说出来的事 他自己没有学过语言 这是圣灵的超自然恩赐 那同时第二部分定义就是说 同时这个方言必须是具有启示性的 换句话说 当时说的方言是神的启示 透过这个人领受 要说出来是神的话 所以我们看了这几下几个方式 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五节 这里说到说先知讲道 是比那个说方言更重要更强 那除非因为说方言若不翻译出来的话 若是没有翻译出来 不能帮助到人 但是如果这个方言翻出来的话 它的作用就等同于做先知讲道了 所以换句话说 当时神传他启示 透过先知讲道直接讲 那么也有透过这个 转移到的手续方言翻出来讲 也有另外一种方式 换句话说 方言也是上帝用的方法 来传达启示 但是需要结果翻译出来 是神的话 这是可以从十四章第二节得到证实 所以说到说方言是 确实讲说各样的奥秘 启示的奥秘 在新约圣经里面 这个奥秘这个词是一个专有名词 那么这张上帝 以前所没有启示 显明出来的真理 现在透过这个 这个所谓奥秘的传讲 讲出来了 所以当上帝赐给人 当时他有说方言恩赐 是上帝透过这个方言 说出来 他以前所没有讲的启示 那有这样的定义在我们面前 那明白这个定义之后 难道我们要说 上帝的用意 是要这个说方言恩赐 一直持续到今天 直到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吗 答案不是的 因为说方言是上帝 特别在使徒时代 传达起 四首所特别用的方式之一 所以在使徒行算第二章 那么到底 说方言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彼得在第二章第十七节说 说这一百二十文的说方言 是证实的 约尔书的预言应验了 那就是上帝的应许成就 这个他的圣灵要浇灌 凡有血气的 所以就是上帝在五星的那一天 这个一次永远的实现了 所以说方言在那时候是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救赎启示历史上 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在第二章第三十二节 使徒行算保罗 对不起 彼得说 这证实的基督耶稣已经复活生天 在天父的右边了 他从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他将圣灵厚厚地浇灌下来 那一天在五旬节 给他的教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说方言 在那个特殊的特别的时刻 所代表具体的意义 我们就不可能期待 期望说这个说方言 会继续不断地 一直到这个后来的时代 所以说方言 在那个使徒时代 是证明主耶稣 已经被高举的登记 在天上宝座上 已经实现了 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 也说到同样的这个真理 我们刚刚说到了 在临前14章 保罗已经引用了 以赛亚书28章的经文 在他引用以赛亚书28章之后 他说说方言 不是为不信人做证据 那是为这个 不信人做证据 所以当我们看到 以赛亚书28章预言 说这个方言 是为不信人做证据 所以在这里 引用28章以赛亚书说 这个 说这些 外邦人的舌头 外邦人的嘴唇 是证明他们的不信 所以然后保罗指向 说到这个 以赛亚书的预言 那说方言 在这个教会的 这个使徒 打根基的时期 were a sign that Israel disobedient to the gospel 那是见证说 以赛亚书是 不顺从 不听福音的记号 was under God's displeasure and judgment for her disobedience 所以是说方言 是一个记号 来证明上帝 不祈约以赛亚书 因为他们悖逆 不听 基督的福音 这就说明在 救赎历史经典里面 这个说方言 在当时时代 是一个特别的用意 和记号显明 这个事实 所以我们仔细看 在使徒时代 这里所说到的 这个说方言呢 跟今天 一直到今天 大家在这边说 有人说方言 讲的其实 完全是不一样的 记住在新约第一世纪 所说的方言是什么 那当时是个别国的话 是所领受人 他自己没学过 不知道的 接着这个当时 说方言恩赐 神不只是把 启示赐给这个人 而是赐给其他 所有的人 要领受神的启示 今天 许多人说宣称说方言 事实上 他得到自己的方言 跟别人无关